我覺得他的精華液給的很滿 再拿下來之後 就會覺得整個臉就是細胞水 Olivian的熱銷排行的前幾名 他自己主打的功效 我是沒有太強烈的感受到 他身量非常高也非常熱門 去Olivian他可能會被掃空的那種 沒有到那麼多人說就是 喔必買的 全部不見的 真的太厲害了 一換你的臉就直接出來了 真的可以讓你的睫毛刷的根根分明 很厲害 真的有那種水光唇 你看這顏色真的超美 如果你今天是白皮的 我覺得這兩隻真的是必買 哈囉大家我是Tim 今天這集呢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在韓國的Olivian買了什麼 就是一集2024的Olivian購物分享 那因為我從韓國回來也有一段時間了 所以這段時間有陸續在使用 在韓國買的一些產品 所以這集也會跟大家分享 使用後的感受 會不會再回購 推不推薦等等 那如果你對這集有興趣的話 就繼續看下去吧 好那首先第一款呢 是這個ABIB的棉片 那它有分很多不同的顏色 是適用於不同膚質不同的功效 那我買的是黃色 它就是保濕款 它盒子的頂端還有附這個小鏈子 就是可以方便你加去棉片 然後這邊就可以這樣拉著打開 但我覺得它的棉片分量沒有到很大片 就比較適合小範圍的那種濕服 但我覺得它的精華液給的很滿 你附在臉上大概10到15分鐘 再拿下來之後 就會覺得整個臉就是細胞水 所以這款我覺得很推薦 而且它的味道我真的很喜歡 它是有點類似那種 精油然後草本味的味道 我覺得非常讚 就是是我會想要再回購 所以這格我覺得我會給它五顆星 那再來第二款呢 是這個綠番茄的精華液 它是一加一的 這一個呢 是我那時候網路上面就有查到 綠番茄的精華液化妝水都很多人推薦 就它好像是在 Olivian的熱銷排行的前幾名 我回來大概兩個月 然後目前就已經用掉半罐了 質地 它是類似這種 很好推開 但是同時也很保濕 很有附著力 就不會讓你的皮膚覺得很快就被蒸發掉的感覺 我每次喜歡找的時候就是塗它 都會覺得臉上會有一點熱熱的感覺 但是就不是那種過敏 撇除這之外 我是覺得它保濕效果是有的 所以你問我會不會回購的話 如果我沒有找到更好的替代品的話 我是會回購它的 所以這格的話我給它三顆星 那再來第三個呢 是這個TORIDON的玻尿酸水凝霜 那我買的時候它是有加證20ml的小樣 這個的話一樣也是在韓國非常熱銷 它的面膜也很有名 它這邊有寫兩個第一位 這個就是它贈送的小樣 就很適合那種你出去旅行的時候 帶這一小罐就OK了 那這就是主角本人 然後打開蓋子之後 你這邊打開之後 它裡面還有附贈一個刮棒 想要比較衛生的話 怕髒的話 你就可以用這個刮棒 那我自己是覺得它裡面的質地 是有點類似 狗這樣一坨 裡面是類似這樣子 就不要看它很厚重 其實它塗在你手上的時候 就會覺得很清透 非常保濕 淡淡清透的這種草本香 感覺洗完澡擦這個非常療癒 就是療癮一整天的身心 它擦完之後就是這樣 非常保濕 但是我覺得 它比較不適合用在保養的最後一步 就是感覺還要再擦個什麼乳霜 蠻適合乾肌跟混合偏乾的膚質 那這個的話我應該是會再回購 推薦指數的話我給三顆星 好那再來下一個呢 是這個ISOI的玫瑰胸霧系列化妝水 那其實這一款我本來是要買精華 但我那時候不小心拿成化妝水 因為它們兩個長得太像 它們只擦在瓶子的高度 精華大概這樣 然後我就以為這個是精華 所以我就把它拿回來 那就只能將就著用 目前其實我也用蠻多的 那它這一款是主打修護你的肌膚 讓你的肌膚可以變得很明亮 基本的保濕還是有 而且它是有一點那種淡淡的玫瑰香味 這味道我是覺得蠻喜歡 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整體來說就是保濕效果 還是它自己主打的功效 我是沒有太強烈的感受到 所以就是普普通通 所以我應該是不會再回購 然後這個推薦指數可能就給兩顆星 但我覺得它的精華液我是非常推薦 那時候試了一下 我大概讓它在我手上大概五分鐘吧 就我完全沒有感受到它有蒸發 就它是真的很保濕著我的肌膚 所以那時候我是很喜歡那一罐的 所以到時候去Olivian 我應該是會買精華 但是我沒有到非常推它們的化妝水 好那再來下一個呢 相信大家應該在Olivian 或者是網路上面都知道 它的聲量非常高 也非常熱門 去Olivian 它可能會被掃空的那種 就是這個 YOSO的清潔鼻貼 那這個其實那時候我會發現 它是因為我在Dreads上面看到 一堆人在推薦說 喔它真的很神怎樣 那時候我就決定說 我到時候去韓國的時候 一定要買 我去明洞好像兩間店吧 基本上很多東西都被掃光光 就是可能剩下一兩盒那種 所以我最後在韓國戰績 帶回來就是四盒 然後很多人買YOSO鼻貼的時候 都會搭配這個 鏟粉刺的刮棒 這個那時候也是一樣 真的是賣光光 那時候在明洞 幾乎所有的Olivian我都跑過 沒有一間有這一個 那這個我是在 宏大的其中一間Olivian發現 它長得很可愛 就是這種淺綠色的 很有質感 然後它這邊有個頭套 你就把它拿出來之後 就可以用這邊 因為它是圓弧形的這種刮棒角度 所以你就可以這樣去推 你浮出來的那些粉刺 但我覺得因為 它畢竟還是硬的 所以你其實推久還是會有一點痛 除非你是要清那種很淺層的 但如果今天它是有一點深度的 其實你還是要花一定的力氣去推 所以這個時候 其實你的鼻子還是會感覺到痛 我就覺得沒有到那麼多人說 就是喔必買的這樣 只是它是一個比較方便的清潔工具 就是比起它裡面附贈的那個棉花棒來說 第一天買完回去就浮 結果發現真的超難 它真的是你的粉刺全部都浮出來 就是會看到你的鼻子 這邊會有一點一點白白 就是你浮出來的粉刺 然後你再用刮棒去把它刮掉 真的就全部不見 真的太厲害了 但是它清的只是那種鼻子管絲嘛 就是不是你那種真的很深層的黑頭粉刺 因為我自己是蠻有粉刺困擾的人 就是我是真的蠻常長粉刺 然後也會自己去手間去把它拔掉 或擠掉的人 所以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說就是一大幅 真的很厲害 那它有分兩個staff 第一個的話就是它會讓你的粉刺浮出來 然後第二個的話就是去收斂你的毛孔 這個的話就是我剛有提到它裡面附贈的這個 棉花的刮棒 它這一頭是刮你的粉刺 這一頭就是把你一些多餘的白頭把它清掉 所以我覺得這個真的很屌 就是我之後再選Odivian的話 我還是會再買 好那再來下一個呢 是這個2 cool for school的修容盤 我買的是1.5號色 然後它有送一個這個刷具 然後它本身長得就很可愛 就是有這種非常藝術的感覺 它就叫做art class 打開來的話是長這樣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買的色號 就是跟我的膚色有點太相近 所以我是沒有辦法感受到太明顯的差異 但它是確實粉質是真的蠻細膩的 然後我覺得我很喜歡的就是它的刷具 它刷具毛真的很細 然後還有這個套子把它套住 我覺得它刷毛非常軟 然後它是這種斜頭的刷子 所以我覺得它除了就是很適合拿來修容之外 我是會把它拿來當作腮紅刷 就是打在這邊 我覺得非常適合 所以這個的話我應該是會回購 但是我希望可以買到就是比較符合我 膚色的修容盤 所以我給三顆星 好那再下一個呢 也是2core4score的這個臥蠶筆 我覺得它真的很厲害 它雖然是臥蠶筆 但它是有那種bling bling效果的 畫給你們看 它是有點類似這種鉛筆頭的形狀 所以沒了你要用它自己專有的削鉗筆跡 這樣畫上去超級顯色 真的超亮 你一畫完你的臥蠶就直接出來了 真的很厲害 這個我覺得我會給它五顆星 然後我之後還會再回購 就是大家可以依照自己想要的色號去買 好那再來下一個呢 是這個Paleo的口腔噴霧 它是薄荷口味的 然後這個其實我那時候 剛噴下去我的臉直接大變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吃過那個蜂椒 它的味道跟蜂椒是真的很像 就幾乎一模一樣 那時候我剛噴的時候 我就決定我直接把它打入冷宫 就是我沒有想到再把它拿來用 但後來就是想說 畢竟我都買了嘛 還是要用它 但是後來多噴幾次之後 就發現就是 喔開始有一點習慣 然後是真的覺得它很有用 就是你可能今天吃比較重口味的食物 或者是你自己本身口香是比較容易有意外的人 我覺得這個非常適合 我之後應該是還會再回購 這個我應該算給3.5顆星 對 但是我之後應該會想要試看看其他口味 好那再來下一個呢 是這個Venus的除毛膏 這個是那時候我在小龍書上面 就有看到大家很推薦 就是他們除了推薦這個之外 他們還有推薦另外一個牌子 蠻推薦的 就它是白茶口味 我覺得它整個味道我是很喜歡 就是有一點那種淡淡的花香 那它本體是長這個樣子 除了有這一根棒子之外 還有給兩蕊 就是兩個替心 那我覺得它當初很吸引我的點就是 你只要沾水之後它就會有泡泡 那它原理就是它前後都有一片肥皂片 所以你刮的時候就會有肥皂產生 就不容易刮傷 我覺得是真的很讚 然後又可以滋潤你的肌膚 所以這個我之後去Olive Young 是一定會再回購 我覺得我會給5顆星 這是它裡面的內建 好那再來下一個呢 是這一個Mude的睫毛膏 我先說它的缺點好了 就是因為平常我自己在用的睫毛膏 我有買過兩條 然後他們兩條通常都是 這邊比較長的這一面 是你的膏體 然後上面是刷頭 但它不一樣 它是相反的 所以我超級常會拿反 然後就會很害怕裡面的膏體會流出來 雖然是不會 好那只是題外話 那再來我覺得它非常好的優點就是呢 它的刷頭真的很細 它是很適合刷你的下睫毛 真的可以讓你的睫毛刷得根根分明 然後也不會結塊 所以我覺得是真的很讚的一隻睫毛膏 這一隻的話我應該會給它4顆星 然後沒了之後我也會再回購 好那再來下一個呢 是這個Aespa的口紅 它是唇釉 我覺得它的平身很可愛 就是這種漸層的 但是呢 我自己是覺得沒有到非常的有質感 因為它的平身是有點像塑膠的感覺 但主要燒到我的是它裡面的顏色 就它擦起來是 Bling Bling那種水光唇 我買的是Berry Core的色號 我擦給你們看 很厲害 就是真的有那種水光唇 然後它久了 我是覺得它也不會整個霧掉 就還是會有那種亮面在 我自己平常是擦口紅 之前會需要先擦護唇膏的人 但這一隻我覺得它非常保濕 這是我看上它的其中一點 所以我有時候擦它的時候是不需要用到護唇膏 那再來最後呢 我買了兩隻的這個Romaine的口紅 一個是25號色 一個是6號色 那我覺得它口紅的味道非常好聞 就是那種淡淡的水果香 草莓的味道 對 然後我覺得它擦在手上 超好看 那顏色真的超讚 但是呢 我買的時候沒有挑好 我覺得它有一點 跟我嘴唇的顏色有點太像 所以擦在嘴唇上的時候 不會有太大的存在感 就會感覺 欸 我有擦嗎 還是我沒擦 你看這顏色真的超美 它抹開是這個樣子 它掉的程度不會很誇張 就是它是 會有一點染在你的嘴唇上 所以就算你可能吃飯之類的 還是會有一點口紅 感覺到它有殘留在你的嘴巴上 讓你們看喔 我剛剛已經超大力的 把它擦掉喔 我已經擦很多次了喔 它還是會有一些顏色染在你的手上 再擦另外一隻給你們看 超美 真的超美 它有點類似那種果汁的唇釉 是真的很漂亮 如果你今天是白皮的 我覺得這兩隻真的是必買 但是它擦起來會稍微的 有一點點的油膩感 但是也是算水潤 只是對我這個嘴唇乾的人來說 可能在擦它之前 還是會需要先擦護唇膏 所以這兩隻的話 我應該會給它們 三顆星 但如果今天真的有 找到我適合我自己的顏色 我可能會給它四顆星 好 那在影片結束之前呢 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外語學習的雜誌網 叫做 Easy Language 那它有分 影音課程跟雜誌 這兩個線上線下的選擇 雜誌的話有九種語言 那影音課程的話 則是有高達17種的外語課程 那我這次選擇體驗的語言是韓文 那整體體驗下來呢 我覺得它們的內容是非常多元 很紮實也很豐富 有分發音啦 初級 商業用語 道地口說 還有一些生活的繪畫 那我會把詳細的資訊 放在影片底下的資訊欄 如果對這個有興趣的話 都歡迎點進去看喔 好 那這集Olivian的購物分享 就到這邊結束囉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產品 有燒到你們 或者是我其實有哪些產品 應該在Olivian買 但是我沒有買的呢 都歡迎你們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支影片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見 掰掰